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建国后为了进一步抵制盗墓贼的盗墓行为 从而保护历史上留下来的国宝文物 在国家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一股考古热潮 很多专家纷纷加入考古的行列 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 历史上的一些罕见墓葬就此重见天日 他们在发现墓葬的过程中 离不开劳动人民的热心帮助 本期视频为大家讲述山东考古专家 在山东檀城县第二中学学生的帮助下 一举发现举是罕见的战国弹幕 这座墓葬已经发现 立即在史学界引发轰动 墓中的青铜古宝更是惊动国家文部门 随后这些古宝文物紧急运往国家博物馆进行珍藏 时间回到1989年 山东远城县第二中学每年在开学后 总会进行指数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在班主任的带领下 全面同学分工明确 男生拿着铁铲和树苗 女生提着水桶 一同前往植树目的地 全面同学为美化学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在学生们热火朝天的挖坑时 突然一个同学的一声尖叫 引起了周围同学和老师的注意 原来 这个学生用铁铲挖出了一个造型奇特的文物 同学尖叫着自己挖到了传说中的宝贝 周围同学立马对这件宝贝进行疯狂围观 好奇的老师立刻赶来进行查看 他们认为 这位学生极有可能挖到古代墓中的文物 声明大义的老师 为了保护相关文物 他立即回到学校 紧急联系山东省文部门 专家听闻情况后 或速赶往这所中学 就在专家赶来同时 胆大的同学 在好奇性的驱使下 挖开了这座大墓 他们挖出的这个深空中 堆满了各种奇特异宝 其中一位同学 趁着其他人不注意 偷偷将自己挖出的那件宝贝进行埋葬 随着考古专家的到来 他们紧急封锁现场 随后专家仔细勘察这座大墓 考古专家随后问老师 学生挖出的那件宝贝 学生最初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他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 但是在专家的威逼下 受到惊吓的学生 教出自己挖出的宝物 专家看后狂喜不已 他们激动地说 这件宝贝为战国时期罕见的国宝 青铜奔 随后他们对学生进行强烈的批评 专家在随后的挖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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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最终将这件宝物全部拉走 根据墓中信息 专家最终判定这座墓丧为 谭国墓 他们的发现 为研究山东谭国的历史 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 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